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暂时还是把他们留在上海 我一直都没问 你有孩子吗 一男一女 高兄还没有结婚吧 眼光高 不是我眼光高 是我正在追求的那位女士她眼光高 什么时候结婚啊 年底吧 对了 高兄 我办喜事的时候你可得陪着家小 一块来吃个喜酒 一定 一定一定 谭医生 不用送来 谢谢你啊 高兄 好好休息 常来啊 好 我送来 好isia 大姐 少路 怎么会的 严重吗 我去关心一下朋友吧 你刚刚这么看着我 要不是你说 他跟你王夫有点交情 我还真不得吃醋 别让我先开心好不好 真是的 开车吧 很胃口吗 挺好吃的 好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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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不小心 滚 滚 不就是个包吗 你犯得着这样吗 看你伤的 给 傻瓜 我带你去看大夫 小心 没事 哎呀 你说出去吃顿饭就变成这样 世事难预料 什么难预料啊 谁让你成英雄的 你就是我温柔的附和 好肉麻啊你 蒋衣 你能不能答应我 让我一辈子都照顾你和宝弟 一辈子 你 你 再多给我一点时间考虑 行不行 嗯 这么说 你愿意考虑了 你一直对我们母子俩这么好 我怎么可能无动于衷了 哎 小心伤口 干嘛呀 什么 这些房子呢都是我抄股票赚钱赚的 有点对不起啊 我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就把它过后给你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干嘛要这么做 我从小就是个孤儿 我妈都不要我了 我一直都是一个人 一直孤苦伶仃的 在这个世上无依无靠 自从你和宝弟 到了这个家里 让我有了家的感觉 我很温暖 你就把这里 当成自己的家好吗 我可以把这里 当成自己的家 但是我不能接受这个 收回去吧 你听我说 我宝弟现在今天长大了 什么都需要用钱 就当我给宝弟的 我不喜欢这样 感情是感情 钱是钱 不要搞得这么复杂好不好 如果说你不收对不起 我马上就搬出去 我们连朋友都没得做 哎 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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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收回 我收回行吗 以后再也不许这样子了 好 如果真的再这样 我会生气 好 疼吗 没有 你确定 这就是谢家音 在南京的地址 不会错 是我认识的一位 黄老板送过来的 您放心吧 没想到你这个人 平常办头办脑死脑筋 这件事情 倒办得不错 娘 我有很多优点的 只是啊 这回去南京 让我自己去的话 肯定说服不了谢家音 还是得请您出马 和我一起去南京 我 那我还得考虑考虑 哎呀 您就别考虑了 到时候啊 我们一起去南京 然后 我就等在谢家音家外头 万一有什么事情 我还有个照应啊 我说你什么才好 你这个江湖脑袋又来了 我们去干什么 我们去打仗啊 什么照应不照应的 你呀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你甭去了 娘 我什么都听您的 但这一回我绝对不能听您的 我要去南京 而且我还要带着婷婷去 我现在把婷婷带回去 你 娘 这个 还是放在我这儿安全 喂 喂 哎呀 这次去南京 是个好机会 不要试探一下 佳音对舒寒的态度 这个杨夙云 就是一块绊脚石 到了南京 我一定要想法 拜托它 妈 我来帮你吧 好啊 一二三 起 哎哟 好嘞 掉个个儿啊 我的手好疼哦 哎 坐下来妈看一下 哎呀 嗯 手怎么都肿了呀 我也不知道手怎么就肿了 怎么能烫啊 哎呀 你发烧了婷婷 没关系的 我 我明天还要去南京找爸爸呢 哎呀别再说什么找爸爸的事了 快躺下 妈妈去给你弄点水来啊 嗯 给你弄个毛巾敷一下 来来来 躺下啊 嗯 好 别动 嗯 秋香啊 秋香 吃早饭吧 多少都吃一点吧 怎么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呢 哎 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你居然想逃走 我警告你 休想 你是逃不出去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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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我不在家 你一定要好好帮我看住他 千万不能够让任何人 接近这个柴房看到他 知道吗 嗯 知道了 夫人 娘 娘 在那儿 我一会儿就出来 哎呀 我最烦就是等人了 人家要开车了 糟了 糟了 慢慢讲 糟了 干什么呀 心急火燎的 今天现在被婿子他们送去医院了 她生病了 我今天可能去不了南京了 这么严重啊 那当然是婷婷的身体要紧了 你赶紧回医院去照顾婷婷吧 那你一路上 多加小心啊 你一定要把小婷带回来 放心吧 我会尽力而为的 你赶紧回去照顾婷婷 去吧 去吧 那我去医院了 去吧 好 你一路上 多加小心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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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恶婷 这块板角石 终于除掉了 素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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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你来了 噓 我给你带着点热包子 趁热吃热 谢谢 谢谢 听听怎么样了 没事了 烧退了 就是还贪睡 这孩子身体太弱了 都赖我 我不中用 他跟着我 从来没想过一天的福 坚持苦了 素颜 你不能把所有的所 都往自己身上来 事到如今 难道唐叔汉和他娘 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这也不关他们的事啊 我这心里是七上八下的 我就不知道娘去了南京 跟谢老板说通了没有 素颜 这个咱们不急 如果她说不通 咱们亲自去 反正现在有地址了 哦 谢谢你啊 跟我客气什么 对了 那店里的事情怎么样啊 你就放心吧 春花他们能应付得来 佳音 早 早 我一直等着你 就怕你睡过了 别污了火车 最近实在是太累了 东奔西跑的 昨天晚上一头栽下去啊 我就 就马上睡着了 你当然会累了 投资又废脑子 现在你还要照顾我跟宝弟 还要一直东奔西跑的 我可担心你了 人不是铁打的 注意身体知道吗 知道了 放心吧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 对了 早上小翠帮你切了西洋生片 放在你箱子里了 记得累的时候要泡水喝 千万别忘了 干嘛这么看着我 我对你好点不行啊 好 我觉得你这么关心我 我真是很温暖 我不想走了 什么叫不想走了 我也误了火车的 快走吧 不 走了 走吧 我送你去火车站 好不好 不 我送你吗 我送你去吗 快走吧 快走吧 礼拜请 请坐 请坐 来一龙剂材包子 春花 再来两龙三鲜包子 马上就好 我的包子快点 快点 对不起 对不起 马上就来 马上就来 春花 包子呢 你让他们等会儿吧 你看我这一个人 又没有三头六臂 春花姐 再来两龙剂材包子 素语 你要是再不回来的话 我看 我还是忙死钻了吧 不做生意了 看个肠眉苦脸坐在这儿 我就不放心你们做事 所以回来看一看 素云啊 你怎么算是回来了 怎么一会儿啊 客人又要来了 我这一个人 我根本忙不过来啊我 是啊 素云姐 春花姐从早上就一直忙到现在 就没停过 就是啊 我跟小当啊都忙得腰酸背痛的 你们辛苦了啊 这 素云 我说 你家里这么多的事儿 这店 你到底还管不管呢 就是啊 我自己的店 我能不管吗 可是你也知道婷婷在医院 我得照顾她呀 可是客人都喜欢吃你做的包子呀 素云姐 是啊 就是啊 素云 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包包子又不是我的强项 今天客人嫌我包的包子不是太咸就是太淡 我这心机蛮慌的 我差点就把醋当成酱油放进那个馅里了 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们这个店才刚刚开张啊 我们根本少不了你 哎呦 我求求你 求求你了 你还是回来吧 我想回 可 可婷婷怎么办呀 哎呀 这样 我跟小当轮流去看护婷婷 这少了一个跑腿的倒没什么 可你这大厨真少不得 是啊 素云姐 我觉得 这倒是个办法 好好好 先这样吧 今天 店里的事情我来处理 那婷婷 麻烦你去看一下 行 对 赶紧准备准备吧 一会儿客人就来了 好嘞 哎呦 你说这顺子 我还问她店里情况怎么样 她跟我说好好的 竟不跟我说实话 真是的 给 谢谢啊 谢佳音 能住上这样的房子 确实不简单 哎 来了 哎 来了 您好 请问您找谁 地方还不错 你是谢佳音的下人吧 对 我叫小翠 跟小姐好久了 嗯 小翠姐姐 哎 这孩子 这是我们小姐的孩子 叫宝弟 宝弟 是 宝弟 叫奶奶 叫奶奶啊 奶奶 您是哪儿的奶奶啊 我是哪儿的奶奶 我就是她的奶奶啊 还有几个奶奶 这孩子的奶奶是秋香啊 秋香 他有什么资格 当我孙子的奶奶啊 别啰嗦了 来 宝弟 宝弟叫奶奶 哎 莫莱恩 对不起 小姐交代过 不可以随便让陌生人抱她的 什么陌生人哪 我不是说过了吗 我就是这个孩子的奶奶 这个孩子 是你们小姐 抱养回来的吧 你 你怎么知道的 不好当着孩子的面 说这些的 那你们小姐呢 小姐有事出去了 要过会儿才回来呢 好 宝弟呀 过来 到奶奶这儿来 啊 奶奶 哎哟 乖乖乖 乖乖 乖乖 乖乖乖 乖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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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知道 那可真是费了很大的劲 才打听到你在这儿的 您来想干什么 你别担心 我不是来跟你抢孩子的 那你有何贵干 难不成头一回见面 你就用这种待客知道吗 是我太失礼了 金 小翠 你先下去吧 我自己来 是 是 唐夫人 您请 谢谢 谢小姐 不单是模样长得标志 还知书达理 懂进退 要是我们家淑涵 跟你早点结缘就好了 你救了我的孙子 是我们唐家的大恩人 你不担心 对 我说是你 但是你不担心 我会担心 你不担心 你不担心 你多次帮助舒寒不计回报 我这个做娘的 真的应该带她好好地谢谢你 您真的言重了 其实我没做什么 你在我跟前也没必要 不好意思羞涩什么 以你的条件 能看得上我们舒寒 那是我们舒寒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我有衷地为他感到高兴啊 舒寒呢 她是有老婆的 可是你看看她那个老婆 一个乡下人 大字都不认识一个 怎么能配得上我们舒寒呢 哪像你啊 你跟舒寒才是郎才女貌 门当户对的 唐夫人 我不知道您今天为什么会来这里 对我说这些话 我没有其他的奢望 只要你们唐家不要再跟我争宝地 我就很感激你们了 瞧瞧 你误解我了不是 我怎么会是来跟你抢宝地的呢 要我说呀 这生儿不如养儿的恩情大 养一个孩子 真是不容易啊 更何况养的还是一个有病的孩子 你养了宝地这么多年 就是我们唐家的大恩人 你就是孩子他娘 说到哪儿 你都是站得住脚 站得住理的 您真的这么想 当然 舒寒又何尝不是这么想的呢 他只是嘴上不说而已 其实啊 舒寒心里真正喜欢的 是你 根本不是那个杨素云 你看看 素云跟舒寒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现在 舒寒也离开上海来南京发展了不是 这素云啊 一天到晚在外面 不知道认识了一些什么人 不三不四的 你看 让他害得 舒寒的手都被打伤了 连画笔都拿不起来 原来舒寒的手受伤是因为素云姐 难怪那天我去画廊的时候 看到他包着手 你看看 你还是一直这样默默地关心着舒寒 是不是 家印 我这次来 其实是有一个不情之情 我知道这么说 也许会很唐突很冒昧 虽说现在是民国了 不流行三妻四妾 可是取晓呢 还是有的 我知道 这样对你来讲是很委屈 可是你是爱着舒寒的 舒寒也喜欢你 你跟素云 二女共事一夫 这也未尝 不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方法 你可愿意 做我们唐家的媳妇 只愿 我发过誓 一辈子只爱你一个人 可是我看到舒寒那张和你又不一样的脸时 我真的心动了 请 里边请 里边请 戴墨镜的 来了 来两个包子 来两个肉包 来了 蜡蜡膏 戴上墨镜就不认识我了 素云 你什么时候回上海来的呀 不是 先听我说 你怎么会在这儿 来了来了 这是我的 我是老板现在 可以啊你现在 素云 你婆婆不反对你出来工作了 不反对 我开这个铺都是为了她 我那个婆婆呀 前段时间借了高利贷 拿去炒股票 结果呢 股票赔了 现在那追债公司的人呢 像疯狗一样 天天追债像追命 不说这个了 尝尝我的包子 走 不不不 你听我说 那个 我跟你婆婆之间呢 有点误会 到时候让她撞见了 撞不见 我的婆婆现在不在上海 她去南京了 走吧 不 你婆婆去南京了 去南京干什么 找人呢 真的 我在南京认识的人比较多 我可以帮个忙 真的 真的 你南京很熟啊 那你帮我们 算了 反正现在已经找到 谢家英的地址 就不用麻烦你了 谢谢啊 谢家英 你认识啊 我 我只是听到过这个名字 不是 你们跟谢家英什么关系啊 我能跟她有什么关系啊 我也是因为我男人 才认识她的 你男人 我男人 现在在南京画廊 当经理啊 画家唐书涵 不不 这么说唐书涵是唐夫人的儿子 你认识人那么多 你听到别人怎么说的 是不是说我男人画画 画得特别好啊 没有没有 我只是听谢家英提到过唐书涵的名字 你刚才不是跟我说你不认识谢家英吗 是 我是说过我不认识谢家英 哎呀 是这么回事 我以前做过记者的你是知道的对不对 我呢 教友比较广泛 我在印州的场合上见过谢家英 然后谢家英跟我提到过唐书涵 对了 我还有点事 要不然我们改天再聊吧 你不吃包子了 包子 改天我过来捧场 行吗 行 等一下 哪天 叫上你的朋友 一起来吃我的包子 一定捧场 恐怕要坏事了 我得滚南京一趟 我还不是不放心你所以才来的 还不许我来看你啊 许 您来我当然高兴了 哎 对了 你的手怎么样了 好点没有 没事 啊 真的 我好得很 你不是说要弄个什么画展吗 准备得怎么样了 延期了 延期了 你看看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 那个素云就是个造靶星 你挨着他准没什么好事 把你弄成这样 你还偏不爱听 娘 好不容易来一趟 咱说点高兴的事 我有两个小时的午休时间 想吃啥 我来安排 我呀早就安排好了 在续香园订了个包间 就两个人您还订包间 您够阔气的 因为不止咱们俩 还有个贵客 高先生 您回来了 谢谢 您不是要在上海多带点时间吗 计划临时有变 对了 小姐呢 有人啊 请小姐去去香园吃午饭了 是谁啊 宝爹的奶奶 秋香啊 不是秋香奶奶 是宝爹的亲奶奶 是一位姓唐的夫人 娘 您不是说还有一位贵客吗 怎么还不来 来了 快来了 家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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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愣在那干什么 坐呀 坐吧 嗯 娘 您怎么找到家音的 你说说你们怎么回事 一个是宝地的亲爹 一个是宝地的养母 两个人都住在南京 却谁也见不着谁 有什么好藏着躲着的 不都是一家人吗 有什么事情 都可以好好地坐下来 商量商量 尤其是宝地的事情 宝地的事情要是能商量 我就不用蜡烛两头烧了 您问问嘉业 我跟素云求过她多少次 那现在还能不能 把孩子还给我们 淑涵 你这什么话呀 你有没有良心哪 要我说呀 这养育之恩 比生育之恩大得多了 你跟素云是怎么对待佳音的 要是我早知道 你们是这样对待她 我绝不原谅你 佳音不仅仅帮你带大了儿子 她还为你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我原来爱于你的面子 我都不想说了 可是你今天这个样子 我真是憋不住 伯母 你还记得吗 你被吉时洋行解雇了以后 洋行的人又到家里来 求你回去上班 你还记得这事吗 亏我当初还以为 你有多大能耐呢 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那是怎么回事 伯母 你别说了 还好 有一天我在汽车站 碰到吉时洋行的总经理 他全告诉我了 是佳音 放下脸面 放下架子 去找人家为你求情 你才能回去上班的 你还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啊你 谁让你去求他的 你这什么态度啊你 人家帮了你 你还怪人家 我要早知道当初 是这么回事 我打死也不会养好 你说他什么话 有你这么可恶的吗 我怎么会教出你这样 无情无义 不知好歹的混账儿子 气死我 伯母 你要去哪儿 佳音 你是好孩子 不管你的事 我要是再在这里跟他说话 非得气死我不可 我出去偷偷借 这么说高丽博找我买画 让我夸出当画家的第一步 也是拜你所赐 谢谢你 这下不真的一点尊敬都没 慢走啊 我不相信 高丽博这个人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上天入地 你要给我找到他 骗了咱们这么多钱 找出他以后 不要他的命 你得卸他一条腿 接下来 抱歉 谢谢啊 谢谢啊 来 谢谢 来 小姐 别请 来 小姐 你别请 好 两位你别请 这边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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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小姐 你慢走 来 这边编慢走 来 小姐 你别请 天哪 你还那个人像不像高丽博啊 来 里面请 等人来 这边 这边 好 笑我一跳 二位老板 眼镜摘了 眼镜摘了 小样啊 嘴皮子也溜 说的天花乱坠 宽我们投资 我们投了 钱呢 钱全泡大海里了 可你小子连句话都没有 你跑没影了 你自己说吧 怎么交的呀 我出去了这么一会儿 你们俩聊得怎么样了 他就会想要不要 我就是想要不要 我说 你不要再来 你不想要不要 你不想要不要 当我们唐家的媳妇 那怎么行 有什么不行的 舒涵 你是前辈子烧了高香了 你这辈子能修到佳音这么好的女人 知书达理善解人意 她还愿意做小 你还想怎么样啊 娘您真会开玩笑 就这种事 我就是答应了 恰意也不答应是吧 我不同意 素云那边也说不过去 素云 素云 就知道素云 她这阵子闹得还不够吗 做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差点没让你戴上绿帽子 你都忘了吗 我没让你修了她 她就该谢天谢地 算给足她面子了 她还想怎么样 总之 我的孙子说什么也不能够没有父亲 大从你小时候 就受尽了没有父亲的苦 难道你愿意你儿子跟你一样吗 不行 这事来得太突然 我得想想 想什么想 佳音哪一点配不上你 伯母你不要再勉强她了 舒汗她不愿意没关系 我走就是 佳音 这算什么 这样我不是耽误了你吗 再说了 我不能对不起素云 我算挺明白的 这一切问题都出在杨素云身上 行 我有办法会让她点头的 不过我还有个条件 佳音 孩子得认祖归宗 随唐姓 这不行 佳音 舒汗是她父亲 这名正言顺实至名归啊 哪有孩子不跟父亲的 这合理吗 佳音 这孩子要不要认祖归宗随父姓 你回去好好考虑考虑 再给我回复也不迟 佳音 老板 都是有身份的人 我就跟你们实话实说了 这个投资啊 这本身就有风险的 我也亏钱了 我也亏得一分都不剩 就现在你们把我杀了 我也拿不出钱来赔你们呀 没钱了 老大 干脆别跟他啰嗦 直接把他压回去 让他把钱呢 房产呢 都吐出来 实在不行 一万块钱剁他一根手指头 整此算完 里面请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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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快住 娘 你是怎么想把安排这一切的 那可要多谢你那位媳妇了 如果你那个媳妇会做人一点 我还至于要窜夺着为你取小吗 这是其一 其二 唐家不能无后 我实在是太想我的小剑了 除了这样 我也没辙呀 那您得跟我商量一下吧 您不能说事先什么都安排好了 然后再逼我点头是吧 哎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啊 你在质问我吗 我做任何事情要给你报告吗 真是开玩笑 再说 你喜欢佳音 我早就知道 是你不敢开口 佳音也喜欢你 可是他也不敢明说 是我把你们俩撮合在一起 我做了这么好的事情 你不敢谢我 还怪我 这是我这个做娘的用心良苦啊 你懂不懂 谁喜欢佳音 再说 人不能忘本 所谓糟糠之气不下唐 所以如果我苦这么久了 我绝对不能对不起他 你还想着那个女人 再说 她跟那个老弄堂里的顺子 还有那个流氓头子刘爷 都不清不楚啊 这不 这阵子 那个姓刘的 给他盘了好大的一个铺子 让他做生意 那得多大的交情啊 去 我没让你修了他 已经给足他面子了 舒凯 你是前辈子烧了高香了 你这辈子能修到佳音这么好的女人 知书达理 善解人意 她还愿意做小 你还想怎么样啊 你就是温柔的伏贺 好热麻啊你 能不能帮你 让我一辈子的照顾你和宝帝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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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跪下啊 高丽火 你到底还不还钱 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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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上了 听说你小子这张小白脸 还骗过不少女人哪 你能讨他们欢心是吧 这是我本职啊 那他们心安情乱的 老大 甭跟他啰嗦 兄弟们 中了 别别别 真没钱 真没钱 没钱有房子也行 我们拿房子 你不信 去查清楚 我们都没钱 我明相也没房产了 什么 这小子脱手了 高丽博 是不是 你说我的 你看你也是有头有脸的人 你放我一马 只要我高丽博出去 我赚的钱 我一定还给你 但是我现在真没钱 我也没房子 我赔的比你还惨的 我真没钱了 你小子还敢夸我们 我现在就崩了你啊 别别